观众TVBS带您来开箱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 我可以看到这个是美军在今年的环太军援的旗舰 而可以看到卡尔文森的型号就是CBN70 其实台湾的观众朋友或许对他没有太陌生的原因 是因为在今年1月的时候 在台湾的选举的期间 他其实有出没在台湾的东太平洋的附近 当时就被说是非常关心了台海的局势 可以看到我左边有FA-18EF超级大黄蜂的战机 而且放眼望去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种的机型 包括另外还有F-35C的相关的战机 可以看到这个飞行甲板 它其实可以比较想象成是一个移动的在海上的机场 它的飞行甲板的长度是将近333公尺 它的宽度甚至有超过三个足球场这么大 当然美军就在今年的环太军援上面 也是他投射了他的战力 那当然也会跟其他29国就是相关的一些远讯 也对外来展示美军还有盟友之间 一起相互合作的决心了 以上是TVBS采访队在卡尔文森和为您带来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